三年过去了 今天的云鹤2 依旧是一款很不棒的三轴稳定器 也说明稳定器的使用年限 真的不只是一年两年 对于现在来说 它的操作和性能依然很棒 在我看来它是不落伍的 放在现在来说 还是完全能够打标的 它该有的功能 其实一点都没有缺 我觉得落伍到算不上吧 毕竟云鹤2放在当年 可是很多黑科技的呀 18年那会儿 开放了POV模式 还有三维梦境 就是盗梦空间这些模式 到现在更新了支持Z6 Z7相机的固件 它就表示着 智云还没有放弃 关照这些老客户 但从目前来看 却也站在了一个 略显尴尬的位置上 不能说落伍了 就是可能会稍微有一点逊色 它是曾经很优秀 但是因为时代都在进步 都在升级 所以它可能也需要 自身做一个升级 比轻变和灵活性 有VBS 比沉重和扩展性 有云和三 不算落伍 但是也要有所创新的 它不是一个斜角的设计 它会遮挡一部分的相机屏幕 最想更新的就是能加个索客 特别起来 其实我更加喜欢对于稳定器的承重防止和模块化能有所突破 就我的认知里的话 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可以说是红素屏其实很自主的 但是呢视频的需求 红素屏的需求却是一天比一天大 如果下一代能解决书牌这个需求的话还是很不错 加入一个导角的斜角设计就不会遮挡相机的屏幕 然后呢它可以预留出更多的像D-Tab或者说是DC口 还有一些冷却插槽这些预留出更多的可拓展的空间 我还有一个十分希望改进的 就是OLED屏能加入中文界面 因为我一门真的很惨